第708集 红颜薄命 一路向西 这终于是到达了唐州啊 莫小鱼没敢把完颜柔家带到饥可心的家里去 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一个白鹿就让饥可心差点拿刀子 再来一个完颜柔家 那把饥可心家当成什么地方了 嗯 你没有家吗 完颜柔家见莫小鱼又把他带到了酒店 于是问道 我买了房子了 但是家里太冷了 还在装修 大概春天就可以住了 莫小鱼说道 这一路上的解释 完颜柔家心里总算是接受了他的说法 当然了 不接受也没办法 毕竟自己才是后来者 而且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莫小鱼到底是不是信了他的话 可是呢 他对莫小鱼却是一心一意的 国师的风咒也是他解开的 要不说这世间怎么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 所以莫小鱼不得不信 完颜柔家在莫小鱼的耳朵边 一直都在嘟囔这事 讲了许多的例子 而且巧合的是 自己的情人赵元朗也是琴棋书画无所不惊 莫小鱼呢 对这些也是行家里手 一遍遍的洗脑 让莫小鱼也相信 自己的前世就是赵元朗 也就是他的情人 他醒来就是为了莫小鱼才醒来的 也只有莫小鱼能让他再次复活 这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莫小鱼不得不信 你也会住在这里吗 完颜柔家挽住莫小鱼的胳膊问道 我啊 有时会有时不会 莫小鱼实话实说道 可是我离开你就害怕 也只有你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我对这个世界是完全无知的 没有你我寸步难行啊 完颜柔家说道 啊有个姐姐也住在这里 你和她一起住好不好 莫小鱼问道 谁啊哪一位啊 完颜柔家眨巴着眼睛 噎语道 梅韵韵 我跟你说过的 她做饭很好吃的 她是专门做饭来做生意的 好不好 莫小鱼问道 完颜柔家知道自己留不住莫小鱼 她不可能时时刻刻跟在自己身边 所以自己总是要勇敢迈出这一步的 那你会每天来看我吗 会 每天我都会来 但是我在想啊 佳佳 你不能这样下去 你要学会做这个时代的女人 你要学会使用现代的工具 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公主了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美丽的女人 莫小鱼说道 完颜柔家睁大了眼睛 认真听着莫小鱼说的每一句话 所以呢 你要学会学习 那从今天开始呢 你要学会打电话 那这样 你就可以时时刻刻找到我了 无论什么时候 这样你想我了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话了 莫小鱼说道 啊 这是你每天不离手的那个小盒子啊 完颜柔家看着莫小鱼手里的手机问道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小盒子 来来来 我叫你 接到莫小鱼的电话 梅云云是火急火燎的赶到了唐州大酒店 不知道莫小鱼叫他来到底什么事 怎么了 这么着急啊 一进门 梅云云就问道 但是他随即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完颜柔家 看上去啊 还是一个让女人都羡慕嫉妒的美人 不由的看向了莫小鱼 佳佳 你先在这待一会儿啊 我去和这位姐姐说句话 莫小鱼和完颜柔家打了个招呼 就带着梅云云离开了房间 到了梅云云的房间 那个女孩是谁啊 梅云云问道 这事吧 说来话老长了 我穿街的时候到了东北去了一趟 然后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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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小鱼尽量简略的说了一遍 你的意思是 她脑子有问题 没有精意的问道 这倒是出乎她的意料 这么好的女孩 怎么脑子会有问题呢 哎呀 真的是红颜薄命啊 她呢 一直都说我是她 什么前世情人 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她任何的身世 哪里人都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这算不错了 我也不能把她撵走啊 你说她这样 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 对不对 莫小鱼苦口婆心的解释道 梅云云听到莫小鱼这么说 不由得说道 哼 你以为你这样就是好人了 你是不是看人家漂亮 才收留人家的 你看看你 我是那样的人吗 所以我就是担心 别人这么说我 我让她跟着你 你带她几天 好不好 莫小鱼问道 我带着她 你当我是看孩子的 再说了 她这么大了 她会听我的 她要跑丢了 我可赔不起 梅云云连忙推辞道 也就几天的时间 我忙完手头的事 我就来接她 怎么样 莫小鱼哀求道 看着莫小鱼为难的样子 梅云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终于是答应了 莫小鱼的请求 说好了 就是几天的时间 梅云云再次强调道 哦 就几天 莫小鱼说道 于是莫小鱼和梅云云 再次回到房间里 莫小鱼介绍完完颜柔家 和梅云云认识 然后让他们自己聊天 自己躲进屋里 去打电话了 喂 杨局长 过年好啊 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莫小鱼打通了杨彦妮的电话 问候道 叶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说吧 什么事 杨彦妮冷冷地说道 哎 有点小事 想麻烦你一下 小事 你哪次找我是小事 甭说了 我办不了 杨彦妮直接回绝他 哎 这事对你来说 就是小菜一点 再说了 我都帮你办了 那么大的事 你难道不能报答我一下 莫小鱼不实地提点 杨彦妮 杨彦妮一愣知道 她说的什么意思 于是说道 说吧 什么事 你呢 能不能帮我 安一个户口啊 我有朋友 从生下来 就是黑户 现在父亲母亲 亲戚朋友都死了 她现在寸步难行啊 哎 我求你 给她安个户口 行不行 不然她连身份证都没有 到哪都不方便 莫小鱼说道 这还是小事啊 你找个地方走程序不就是了 杨彦妮不想办理 这事只能你办啊 你办也得办 不办也得办 就这么着了 说完 莫小鱼挂了电话 刚想出去时 杨彦妮电话又打进来了 喂 到底能不能办呀 莫小鱼没好气地说道 能办 我给你办就是了 找你打电话来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陈南路他同意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 杨彦妮问道 我给你打电话 你把他帮助 我承受不了 你我的头发 我承讯了